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是一位长期受通风困扰的杨先生的见证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经历 服用三高代谢保后 杨先生的睡眠质量显著提升 整体健康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过去他因为痛风发作 脚趾疼痛难忍 影响了日常生活 现在他可以正常饮食 不用特别借口 痛风的症状也没有再发作 屏幕前的您如果也在寻找健康的解决方案 不妨试试健康520三高代谢保 干净世界核油罐上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财经漫谈 我是童心 中共用大跃进的思路发展高科技 现在放卫星直接放到了卫星产业上 一篇文章就让一万颗卫星上天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中共当局出台史诗级的楼市就市措施 不过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却说 这可能会坑了地方上的商业银行 话音刚落就有三家银行的问题藏不住了 是哪三家呢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两个话题 从1958年开始 中共在中国大陆发动了一场大跃进 就是一场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 当时各地浮夸风盛行 还有一个名词来形容这种 不切实际说大话 夸大声势的运动叫做放卫星 那最近中共又开始用大跃进的思路 来发展高科技行业 放卫星这个词又重回到舆论的关注中 现在放卫星这个词是真正的给卫星产业 放了一把卫星 我们来看看中共又干了什么蠢事 5月28日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 对国防和全球通信至关重要的卫星 长期以来一直面与来自地面的威胁 例如信号干扰和飞弹攻击 对于美国来说 轨道威胁是太空战争的下一个前沿阵地 报道说美国国防公司正在开发各种太空系统 从可以追逐轨道上其他卫星的卫星 以及针对可向太空传送信号的地面站的保护措施 根据英斯科学家联盟的数据显示 目前有超过7500颗运行中的卫星在围绕地球运行 那其中5000多颗是美国所有的 但是其中大部分是商业卫星 而北京有628颗卫星 俄罗斯有不到200颗 这边话音刚落 中共那边就坐不住了 赶紧站出来放卫星 是怎么放的呢 同样是5月28号 东方财富网发布了一个新闻 标题是发射1万颗卫星 中国版新链红湖3星座计划曝光 概念股吻风而动 文章说 美国太空新闻网在5月27号的报道说 5月24号上海蓝舰红琴科技有限公司 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愈发信息 提交的这个文件 概述了一个名为红湖3的星座计划 它将在160个轨道平面上 总共发射1万颗卫星 文章还说 如果上海这间公司提交的这个计划通过 并且得到实施 这将媲美SpaceX的星面计划 要和马斯克的SpaceX来竞争 禁地轨道了 这是一间什么样的公司 怎么这么厉害呢 这间公司又有怎样的背景呢 根据资料显示 红琴科技是在2017年成立的 大股东是中资商业航天领域的企业 蓝舰舰天 那根据大陆气查查数据显示 蓝舰舰天持有红琴科技 近34%的股份 那么这间公司的实力和效率 与SpaceX有多大的距离呢 根据中国航天科技活动 蓝皮书2023年的数据 2023年中国大陆 共完成了26次商业发射 研制发射120颗商业卫星 那这一年100多颗的速度距离 完成1万颗的目标 实在是有点远 那这跟SpaceX的距离有多远呢 SpaceX在2023年一共是有96次发射 发射的卫星数量是2514颗 那其中SpaceX星链占上了1948颗 公开资料还显示 目前星链升空卫星是6507颗 也就是说天上7500颗卫星中 有超过85%都是SpaceX的 所以有网友用一句话总结说 在大气层之外 马斯克的SpaceX正在统治着整个近地轨道 您觉得有道理吗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那舆论是怎么看中企要放1万颗卫星上天这个事呢 有网友讽刺的说 小编花三分钟就写了个小作文 这1万颗卫星就发完了 卫星放完了 还有下集就是星球大战 还有网友认为 这是小作文 一天换一个概念 让散户来接盘的 所以这真的是用放卫星的思路 在放卫星了 那从这个案例 相信大家也明白 为什么大跃进的时候 用放卫星这个词 来形容那种浮夸虚假之风 因为在大陆 有数十年经商和投资经验的朋友说 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中共现在要搞心智生产力 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怎么办呢 用句俗话来说 套一下就是傻小子过年看街坊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傻小子过年 不知道吃什么 他就看街坊吃什么 他就吃什么 就是说只会模仿别人 那中美科技战 美国在芯片方面的制裁 已经让中共这边 很多技术都突破不了了 那很多行业也都卡了脖子 技术水平还是次要的 往哪个方向发展技术 它都没有了方向 只能去模仿 模仿美国 例如马斯克搞新年计划 那中共这边就搞一个万星计划 过去这一二十年 上到航天军工 下到电动汽车 电子产品 手机 都是在模仿 以中共引语为傲的华为为例 都是在模仿 包括华为最新出的手机 把卫星定位的这个功能 搁在手机里 成了它的一个卖碟 的确是这样 之前中共靠特务在全球偷技术 偷回中国去仿造 想弯道超车 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建起了科技围墙 都在围堵中共 那美国是切断了 中共偷技术的渠道 技术偷不来 就自己研发吧 但是数学能力太落后 拖累了研发能力 那现在开始培养人才 例如强击计划 结果却没有一个合理的 培养人才的环境和体系 所以中共现在很焦虑 只能嘴巴上大跃进 放卫星了 那中国曾经是有5000年的文明 是一个泱泱大国 过去都是别人来学习 效仿的对象 但是中共掌权这几十年 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是越来越差了 在科技和文化上的地位 也越来越差 正如同网友说的 花三分钟写个小作文 这一万颗卫星就放完了 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说 上海也加入了 楼市的旧式行动 但是却被认为 是挤牙膏 就是对旧楼市 不起任何的作用 那或者说 大家觉得这个楼市 还得继续下行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 也分析过 只要楼市的坍塌 不停下来 后面的银行业 是越来越危机 现在这个被市场称为 史诗级旧楼市的大招 却可能成为 压垮地方银行的 最后一根稻草 这是怎么回事呢 周一27号 国际评级机构 标普全球发布报告说 北京在本月17号宣布的 降低购房首付款要求 和取消抵押贷款利率下限等措施 预计会增加短期内购房的需求 但是杠杆率增加 也可能导致抵押贷款违约率上升 恐怕会给那些 在非一线城市运营的银行 带来风险 报告说 从2024年到2025年期间 大陆的三线城市的房价 预计将下降大约14% 这可能会让一些买房者陷入负资产的状态 那什么是负资产呢 就是房子贬值到 业主还没清偿的抵押贷款余额 已经超过了业主这套房的价值 那这个时候 一些买房者可能会因此选择 放弃这套抵押房产 并会拖欠着银行的抵押贷款不还钱 那标普信用分析师曾宜景说 取消抵押贷款利率下限 也会减弱贷款机构 在出现违约时吸收潜在损失的缓冲能力 银行将不得不承担额外的成本 就是一旦违约出现 银行需要采取额外的行动 来索取违约者的其他资产 以降低这类事件中的损失 也就是除了贷款损失之外 额外的行动还会增加额外的成本 应景的是 就在这个报告出来之前 中国大陆陆续是发出地方银行危机的警报 我们先来看一下 财政最差和财政状况最好的地区 他们的地方银行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先来看贵州 贵州的财政危机我们就不多说了 过去的相关报道太多 用一句话形容 真是观山南越债比山高 那这么穷的贵州 贵州银行是个什么情况呢 开甲财经在28号发文说 根据贵州银行2023年年报显示 贵州银行房地产的不良率高达 40.39% 较年初上升了20.18个百分点 那房地产不良贷款金额是30.46亿元 占该行不良贷款总额的54.7% 年报披露 贵州银行前十大单一借款人中 位列第七的就是某房企 贷款总额是高达19.61亿元 占其资本净额的3.84% 但是遗憾的是 这笔贷款已经被全额寄入损失 成为前十大借款中 唯一一笔全额集体的贷款 但贵州银行并没有公开 这间房企的名称 文章说 贵州银行采来的房企还不止这一家 2023年以来 贵州银行新增了多起设房类的诉讼 案件包括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等等 那除了房地产业务 贵州银行个人贷款 2.57%的不良贷款率也尤为扎眼 其中信用卡不良率是由上年的2.37% 飙升到报告期末的4.62% 还有更大的风险 报告说 贵州银行对当地政府背景企业 存在一定的授信敞口 未来需要关注贵州省内经济发展波动 对贵州银行资产质量带来的影响 根据北清金融的报道 贵州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中 配置了大量的贵州城投债 其中就包括因债务展期20年 而被舆论熟知的 遵义盗桥建设有限公司 对于贵州银行的情况 有网友说 证信类贷款占比达到了45% 这太吓人了 政府连还利息都难 所以这家银行真的是不对股东负责 还有网友说 不良率高达40%居然还不倒闭 也真是厉害了 那这是贵州银行的情况 我们再来看看富裕地区 上海的地区银行的情况 财经自媒体账号包不同发文说 魔都的金饭碗不好端了 那前段时间第一财经是统计了 2023年已公布年报的 38家A股上市银行的薪酬数据 与前一年相比 有20家银行的人均薪酬是同比下降 其中人均薪酬降幅超过6%的 上市银行一共有6家 而在这6家中 上海银行 2023年人均薪酬是44.149万元 同比下降了7.4万元 降幅可谓是遥遥领先 文章说从资本市场的表现看 截至2024年5月22日收盘 上海银行的股价是每股7.87元 相比高点是跌去了26% 其最新的市值是1118亿 相比高点也是蒸发了近700亿 给员工降息只是业绩不好的一个表象 背后就是银行盈利出了问题 上海银行的财报显示2023年 该行的净息差快速收窄 上海银行净息差是1.34% 净利差也只有1.41% 同比是分别下降了0.2个百分点和0.16个百分点 上海商业银行的这两个指标 也是大幅低于商业银行1.69%的净息差 和城市商业银行平均1.57%的净息差 除了利息收入滑落 2023年上海银行手续费和佣金净收入是49.15亿元 同比也是下滑了24.3% 除了收入减少 还有罚单来吞血着银行的利润 根据Win的数据显示 近5年上海银行被罚没了1.46亿元人民币 那上海银行和我们之前分析过的 民生银行、普发银行的情况是一样的 都是净息差严重低于行业均值 并且遭遇了大额的罚款 看完了上海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富裕地区的 股份商业银行的情况 广发银行 广发银行的总部在广州 可以说是立足广东省 广东省的财政情况是中国大陆最好的 但是近几年来 广发银行的情况是有点惨 几年间 该行已经有十几个高官落马 其中包括三任董事长 与此同时 已有多家广发银行的股东挂牌要转让该行的股份 除了人事和股权方面的变动 公司的业绩也不太好 公司财报显示 广发银行2023年利息净收入同比是减少了8.52% 广发银行净利息收益率是1.6% 较前一年下降了21个基点 更令人担忧的是 广发银行最为倚重的信用卡业务出现了大幅缩水 截至2023年末 广发银行信用卡累计发卡量是1.18亿张 同比是增长了8.26% 但是发卡量的上涨并没有换来消费额的上涨 2023年广发银行实现信用卡消费是2.22万亿元 同比降幅达到了10.84% 如果一家银行预警那是个个案 如果这么多家银行都发出了警报 静息差收窄 佣金收入下降 信用卡消费下降 但罚款高高在上 那从深一层次来说 在这些大陆地方银行股份银行滑落的表象背后 中共当局对经济所采取的措施 以及宏观货币政策 是不是难逃其咎呢 谢谢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不是投资的建议 请您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并且分享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